你的角度 角度你可以自由去調整 那將來極坐標呢 你可以甚至你要幾度就會有幾度 後續我還要跟各位講 旁邊有個什麼呢?正交有沒有 那其實正交跟極坐標兩個是相對的 也就是說你只能二選一 點正交之後的話呢 點正交之後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只能夠四個方向 哪四個方向呢? 上下左右有沒有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的線段 只會是上下左右的話 你可以用正交 為什麼? 因為正交就鎖住了這個上下左右的 那如果是極坐標的話呢?就不會鎖住 它可以去調整一些角度 告訴你現在角度 比如說現在幾度?我要45度 我就有45度 有沒有看到45度了 那如果你現在點一下之後的話呢? 它就給你45度的一個線段 一個角度的一個線段 那比如說我今天畫這個圖 我們先從正交開始好了 因為一般初學者還是比較抓不到那個角度 很容易出錯 那畫的方式第一個 請你先給它低一點之後有沒有 低一點 這已經是低一點對不對? 再來的話呢?我要往這個方向 畫多少呢? 120對不對? 所以呢你第一個 第一個 先以後記得喔 要給它第一個 方向 第二個 距離 第一個給它方向 第二個給它距離 所以呢我們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 點一下低一點之後 第二點的話 點往這個方向 正交 我們先用正交好了 這個方向多少呢? 120 所以你就輸入什麼呢? 120 方向 跟距離120 enter 好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再往上 那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這麼短呢? 因為呢 我們剛剛調整的尺寸有沒有 我們的畫面呢 是拉比較什麼呢? 比較遠 所以你可不可以拉近呢? 可以 那怎麼拉近呢? 順便講一下 假如說你要拉近 如果你要調整位置的話呢 這個時候按下什麼呢? 滾輪的中鍵 滾輪中鍵就是怎麼樣呢? 可以讓你把畫面有沒有 Lock住 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去移動它 那如果說你要放大 怎麼放大呢? 很簡單嘛 往前推 往前推就好了 往前推有沒有 往前推 就放大了 那要縮小怎麼辦? 往後拉 有沒有 按住往後拉 那當然還有一個更快的方法 你中鍵快點兩下 這個時候我先把它取消掉 中鍵快點兩下 有沒有 它中鍵快點兩下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它放到目前這個物鍵的最大的狀態 點兩下有沒有 你會發現 它剛好這條線120對不對? 它就剛好放到這麼大 這麼大 有沒有 那有的時候 當然可能最後你還要怎麼樣 往前推 往後拉一下 這樣就剛好 所以中鍵點兩下 再往後拉一下 就會剛剛好 所以我也常用這個功能 為什麼? 因為最快嗎? 不知道你